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开发者大会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近三年对于区块链的一些学习和认知 我个人的情况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重点说一下其实我是怎么跟区块链结缘的 我之前在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 我的主劳工作都是课病的 相当的工作 我之前是在陕西省四处人员工区 负责技术这一块 所以坦实来讲我在大概2004年 2003年那个时间去接触了密码去 但是那时候对大家对密码的认知其实很浮浅 因为当时的信息化其实都比较落后 其实做系统这个事都是一个很时髦的事 所以当时说你做密码这个事 其实更没有多少人去了解这个事 当然我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了门外 然后一步步步走来走到最后 其实我对密码这个事 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 到最后其实我负责的大量这个密码产品的一个研发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比如说身份证 签语加密 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 咱们整个陕西省的这个移动工工服务品牌 结果当时在这个这个陕西省的时候 我去复合去做了一个项目 但是后来的话 其实我对密码的这个了解 越深刻的说 我对这个事其实 台上来讲是有感情的 但是呢感情归感情啊 这个事你真的要把密码学应用的实际的业务 这个事还是非常好 因为咱们知道咱们国家的他的密码 其实应用到还真的不是太好 真的不是太好 因为关于密码很多算 其实本身他的设计非常完善 但是在应用层面 他做的很多工作其实还不到位 所以其实关于密码做他工作的话 其实我一直在想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那余政工其实是我一个 一个算是在这个从业经历中 一个我认为还做得不错的 在应用方面做得不错的 后来的话这个 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 就大概是在这个2016年的这个下半年 我这个结束了几次弊 当然之前不是说没听过 没听过 但当时的话跟很多人是一样 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类似 什么科科币这样的东西 这东西有啥意义呢 无非就是什么呀 极客们的一个玩具 所以当时也没在意 但是在2016年下面的时候 我是听了一个前 谷歌科学家 武币王子的一个分析 他讲到了比特币 讲到了区块链 我当时我认为这个东西可能需要研究一下 学习一下 我们之前的这个想法都说错了 或者至少我们是有牵线的 所以后来我就花了大概有三个月时间去学习比特币 就是有一本书叫精通比特币 大家可以在网上 其实网上有那个英文版 最好看英文版 当然这本书难度也非常大 坦诚来讲 如果你没有密码学的基础的话 看这个基本上是看的 第一点肯定是看的 因为我第一点也没看过 然后第一点看完了以后 我说这个挫出来非常强 我说搞了十几年的密码 搞了十几年的基础开发 竟然看不懂这个书 真的 当然后面 后来在跟很多业内的大咖在聊的时候 其实大家第一次都是这样 第一次都是这样 都没看中 都看得很晕 因为那本书还是特别偏技术 但是看不像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区块链事迹演绎的 有时候都像演绎神话故事 他按那本书就纯粹的 就只讲技术 只讲技术 后来我看了大概有三遍的时候 这个技术我才算是真正看中的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 其实你要看得到区块链的话 其实这个里面它最核心的就是密码区 密码区在这里面应用非常防范 非常防范 当然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是太难了 对大部分来说你不需要太 对密码区有太深入的意义 你只需要知道它怎么运 然后你就可以理解这个东西了 第二个就是说区块链里面有一个创新 真正意义的创新 就是它的共识机制 当然这个共识机制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它不是创新 其实说不喜欢我们都有共识机制 但是它这里面是把共识机制和经济学博弈结合起来 很多人看不懂的说 因为早期我在17年大概的时候 跟大家讲一个区块链以后 很多人认为区块链就是分布 而且这个分布很糟糕 速度很慢 所以大家对这个看法是有偏见的 但真正意义 其实你如果说只看到分布是因为 你没有看到它经济学的这一面 经济学的这一面 如果说你把经济学的一些知识 和分布是再结合起来去看的时候 你这时候看这个经济 你会有很多新的认知 我确实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我在学区块链的时候 实际上我自己是 除了对我密码学生方面的一些巩固之外 另一方面的话 其实我是自学了整个大学的经济学相关的课 因为这个东西你真的不了解的话 你真的无法进入这个世界 你永远看到了知识 我经常说 大家讲的区块链 其实不是区块链 大部分人讲区块链都是盲人摸像 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尾巴 他说这是区块链 都不是 其实这里面对区块链的理解 也实际上是需要有多方面的一些知识 当然我这里面想强调的就是 我强烈反对那种把区块链神秘化的人 区块链其实不神秘 但是区块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技术 这倒是真的 因为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技术不一样 因为我们之前的技术就是某一个 你说人共识能 它就是人共识能 你说物联网 它就是物联网 但是区块链里面 它有什么 有密码学 有分布式 有共识机制 有P2P 它有这一系列的技术的结合 而且你还要有一个经济学的思维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看懂 它为什么不是我们传统的分布式 下面我就正式开始我的演讲 我今天的主题叫人人都能学会区块链开发 这个也是我的新书大发区块链的副标题 大发区块链是出版社写的 因为它有一个系列叫大发系列 当时如果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说能不能写一本大发区块链 但实际上我自己给这本书的定义这个标题是 人人都能学会区块链开发 这个上半部分其实属于这种技术理论 下半部分 纯粹就是面向开发的 而且它是一个 我认为 只要你有一点点开发技 不需要太高 你有两年左右 或者一年左右的开发 看这本书实际上是很轻松的 那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是这四块 第一个核心概念 第二个区块链的基本原理 第三个区块链的典型 第四个区块链开发快速入门 那我们一一来看 那关于区块链的解释非常之多 你现在上网去搜 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官方的民间的各种细说的 非常多 但是其实讲那么多 我发现其实都没讲到重点 其实你只需要理解一个 区块链实际上是一种分布式障碗技术 这个就够了 讲其他太多 容易把人啃晕 而且一开始去看那么多概念的时候 尤其像类似于什么 我一句百科内容解释的话 其实你是看不太懂的 我非常讨厌那种 一开始上来就是用一个非常刻板 术语化的东西去解释 解释一个是它不准确 第二个是我们还看不懂 这个就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非常抵触一些 故意把技术搞得很神秘 很复杂的 我们学习一个技术 应该先从前到胜 先抓住主要的问题 然后再一层一层往去学 而不是一开始给你一个星神大海 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 然后这都不要定 要命的是 我们很容易会这样被一个技术给吓到 从此对这个技术失去兴趣 我以前学很多时候就是 看了一本书 看了以后就决定这个事我就不弄了 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发现 这个事不是什么样 所以后来我就 如果我对某一个技术非常感兴趣了 我通常不会只看一本书 因为我要看得好 至少要看上三到五本书 我来下阶段这个技术 要不要去持续去学习 因为很多时候 你看到的那一本书 可能会是作者的偏见 作者的偏见 甚至是作者故弄玄虚 把你带扰到一个 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事件 所以这样是非常可怕的 其实区块链分解呢 一句话 就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 这个账本技术 跟我们传统的账本技术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左边是我们的中心化账本 中心化账本是什么概念呢 就像我们现在 不管是互联网 还是企业的社会 它所有的记账方式 都是中心化记账 中心化不是说 只有一台服务器叫中心化账 哪怕你全球有几百台 上万台几十万台服务器 只要你这个服务器的隶属权 隶属某一个组织 你这个就叫中心化记账 中心化记账带来的问题就是 信任程度低 信任程度低 所以你看我们传统的互联网公司 包括金融机会 其实它都是要有背书的 银行你要有背书 否则没人信 因为你的数据 今天少一块钱 明天多一块钱 这个问题经常会发生 那我们老百姓怎么能信你呢 或者你的这个 有没有对付的这个能力 我怎么去相信你呢 其实它是需要背书的 需要背书的 而且这种中心化的记账方式 它本来带来的压力 它不只是说 产生了一个不信任 更多的是运营方本身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我们作物技术运维的都知道 那服务器 如果真的你要去运营 运为一个金融机构的系统的话 那你基本上是天天加班 天天加班 因为每天晚上它的业务 它业务不乱 人就不能休息 但是区块链不一样 区块链是什么 区块链是分布式机场 这种记账方式它跟我们之前不一样 它是说 由利益相关方共同来记账 利益相关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 但是这个例子 我已经讲了很多遍 但是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有代表性 还是再简单说一点 比如说 我现在借了张三一万块钱 那传统的方式呢 我这个借了钱以后 我就给它打个借条就够了 是吧 但是如果说这个张三他这个借条 如果丢了 理论上 这个跟我的道德没关系 理论上 我是可以拒绝给他花一个一万块钱 是吧 因为你到法院警告 你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但是区块链的机场方式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还是同样一件事 我还是借了张三一万块钱 但是呢 在座的各位都给我来记这一张 这样的话 即使张三首领那些借据丢了 没关系啊 大家首领的借据都在啊 这时候就 我想抵来这件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把现场每一个人都收卖了 对吧 我为一万块钱把大家全收卖了 这个东西我也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但是 这样一个机制里面 大家如果自己想 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在座各位平常我也要 为我们的两个人去记这一张 是吧 无言无故帮你记账 这个反正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区块链里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共识机制 所谓的共识机制就是说 你记账我给你奖励 在比特币系统里面 其实就是 早期是吧 你记一笔账 50个比特币 25个比特币 然后呢 现在是大概是一个12.5个比特币 到2020年会每四年减半了 是吧 它就说 这个比特币你是直接可以用来去 当货币去使用 现在在很多地方期间 但是中国现在还是把它作为一个货币商品 但是像日本呢 像德国这些国家 其实是可以做的反应货币 至少你是可以去买商品的 比如说在日本 超市里面买东西 当然它买的东西可能有些 买东西 买房子的话 其实可以做货币的 这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区块链 你要完全看懂区块链 你得再去把这个经济 共识机制的这个层面 再去深入它去了解 想 你把这个层面看懂了 接下来很多问题 自然而然 你就解决了 那 关于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开发者大会 所以这个讲一个基本概念 或者是热个茶 现在是真正最烧热的时候 这个大家提起精神 就是我们要讲一些真正有意义 有用的东西 就是关于区块链的这个技术原理 这个原理 如果说你之前没学习过区块链 我估计你得看大半年 大半年不一定能看到 如果你有密码学技术的话 大半年是能看到的 如果没有的话 估计在这半年也看不懂 因为密码这块 你得看半年 至少一年以上 然后你再看什么分布 共识机制 再了解一些经济学原理 这个东西没紧远 下不来 当然通常常外 如果你没有坚强的意志 中文你就放弃了 不会研究这个东西 你觉得这个东西就很扯 看不懂了 是吧 没有像其他技术那么很简单 一看就懂了 是吧 所以呢 因为今天是开发者大会 所以必须给大家来点干货 这个是我专门给这个会议 准备的一个批评 之前讲的都是概念应用 因为大家都听了 说一句话 区块链能不能讲用 是吧 你给我讲一下区块链能干啥 那区块链到底是啥 怎么运转都跟我没关系 通常的话大家都会这样 但是今天这个在场呢 各位 我们就不能只是这么浅显的理解 因为你真正要搞定区块链怎么去用 技术原理 如果你搞不明白的话 很容易是 肯定是很难去找到它的这个结合点 对吧 在讲原理之前 我给大家讲一个学区块链的一个正确的姿势 这是我自己三年来总结的一个 我觉得这样学下来是最快的 最快的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学习区块链的原理 原理 你要知道这个 区块链的运行工作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 学比特币 比特币工作原理非常简单 简单的令人发誓 为什么呢 一个全球的金融系统 全球的金融 简单的就是一个转账这么一个东西 转账这么一个东西 只要你把转账这个机制搞明白了 整个比特币的原理就搞明白了 整个区块链的基本原理你也就搞明白了 类似于像什么以太坊 什么EOS Fiberix 包括一些国内号称 什么TPS上班的那些 其实也就是记忆它来的 它是在共识机上做了一些变化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大家想学开发 因为区块链 你要选择一个平台去开发 是吧 就跟我们学开发语言 你得选 我要学C 还是学Java 还是学Go 还是Python 你得选一个 那在区块链上 我推荐 强烈推荐 以太坊 为什么推荐以太坊 并不是说 这个技术是最弯的 而是说 这个生态是最完善的 目前最完善的 你能看到有大量的这种 建议开发工具 大量的这种API 大量的这些文档 就是你有什么不懂 你在网上都能找到 但是你要做其他的 这个区块链的开发 那就只能自己研究 只能自己研究 没有相关的一些开发的工具 也没有 是吧 没有相关的一些资料 第三个就是 我现在在做的是 我现在在做 我在做一些商业级的 就跟企业做区块链 区块链平台 那给大家一个思路 如果你将来要去 往那个方向前走 给大家一个思路 就是说 你可以了解 学习一下 Fabric 超级账本 Hibletcher 超级账本 它有一个好处 我也不如说这个 这个加工 它其实现在不是最好 不是最好 但是它有个好处是 因为它是开源的 开源的 它的文档是最齐全的 它的代码结构非常调理化 非常清晰 因为它所有的代码都是热插拔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共识机制 你觉得它的卡布卡的共识机制不合理 你自己可以写一个共识机章 你觉得它的密码学 这个算法有问题 不符合现在国家的要求 你可以去换了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要给国家 在政府要去做一些项目 你用不外的ICR这些设法 可能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们要去鼓励 但是这个改造的功能量 其实是 它改造起来非常方便 非常漂亮 是因为它是一个热插拔式的架构 非常好 对 好 了解完这个以后 我们来正式看一下区块链的基本原理 刚才说了 要了解区块链的基本原理 必须从比特币开始 从比特币怎么去学区块链呢 就从一笔转账开始 比如说我张富庆 我给乔布斯 当然乔布斯现在已经不在了 给乔布斯转0.1个比特币 买一个苹果手机 就这么个事 就这么个事呢 当然这个0.1个比特币 现在可能也就六千多块钱吧 当然放在牛市里面 大概有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万我 这个其实也是 可以买一个苹果手机的 那这里面实际上 它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说 我们的钱包 会把这个0.1个比特币 和乔布斯 把乔布斯 把乔布斯的这个公钥 做一个哈希运算 这是第一步他要干的事 那第二步的话 用我张运萍的私钥 对这个哈希做一个签名 第三步呢 就是把签名和公钥 和这个0.1个比特币 这个原文一起发给乔布斯 乔布斯 整个比特币的工作原理 主要的工作原理 就是这块的东西 这块东西 只要你一旦搞明白 其实后面的东西 都不是特别难 都不是特别难 但是难怪就是 你一开始进步去 很多时候我们接触 一门新的技术的时候 是你入门很难 我觉得这个入门也一定要快 最好是一个星期一个月 就你们入门 剩下学习 那你要想想学 你就自己去 可以去琢磨 但不要在这个入门的市场 花了几年时间 发现自己还站在门外 这个就非常可怕 现在很多人就是说 对区块链的人 其实还在门外 你跟他一谈 他谈的不是区块链 他谈的是另外一回事 他跟你谈的是栽培的事 这个栽培跟区块链有差关系 他只是认为 区块链就是一个 冗余的节点 那这对区块链的理解 那就扯得太远了 所以你就发现 经常跟人聊区块链的时候 就聊不到一个维度上 这就是因为 你的这个知识层面 导致了你 当然 在这个 虽然它只有这三步 但是你真正把这个三步 要搞明白 其实是你要明白 几个重要概念 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哈希 什么是飞对成药 什么是家里 什么是牵连 这些概念 你搞明白了 基本上 区块链的门已经打开了 区块链的门已经打开了 我想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 有哪些人 对这些概念清楚 大家举一下手 聊聊聊问题 看来这个我还得专门讲一下 专门讲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哈希 哈希 其实呢 顾名思义 就是说 它有点类似我们人类的这个齿纹 它也有种说法叫摘要 数字齿纹 其实说都是一回事 都是说的这个hash 然后我们常用的算法就是 砂256这样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它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任何一段字符传 经过哈希运算以后 都是一个定常的字符传 比如说 我用砂256这个算法 对 你好 做一个哈希运算 得到的 大家看 就是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对 上面这个 但是呢 如果我给一个你好 后面加个感叹号 对 你看我只是加了个感叹号 原文的意思其实是没有变的 还是你好 只是我的语气加强了一下 你看 它的这个字符传 完全跟上面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哈希的魅力 哈希的魅力 就是说它可以保住数据的唯一性 唯一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有时候你在网上下载一个软件的时候 你会看那个软件上 它有一个哈希嘛 一段字符传 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这个事 它就是告诉你 你下完那个软件以后 你要知道这个软件 是不是被修改 篡过过 你可以用一个 在网上找一个 这个哈希工具 这个工具非常多 上网随便也送 你可以对软件做一个哈希摘要 然后比对一下 和那两样摘要 事故是一致 如果是一致的话 代表什么 软件没有被测 对 对 软件没有被测 对 这个软件是一个合法的软件 合法的软件 如果不一致 这个软件你可能就不能用了 没事 它可能植入病毒 有机有可能植入病毒 所以呢 这样一个机制的话 使得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其实可以解决很多 非常复杂的问题 还有一个概念 我们刚刚说了 非对称弥药 千零加力这个事 在讲这个非对称弥药之前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什么叫对称加力 对称加力 这张图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里面 还是你好 我们这时候用的一个叫DEX DS这样的算法 这是一个对称加力算法 那我们使用的密药是什么呢 1234567890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 在网上找这样的工具试 算出的结果 对我是一致的 你算一下 发现这个你好 算出了一串密文 算出了一串密文 就是这段密文 那这段密文的话 我们同样再用1234567890 然后解密 你看可以得到一个什么 你好 好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家 在网上搜一下 带死的相关的工具 自己去做 挺好玩的 这个东西挺好玩的 密码学的东西 一动手你就觉得很好 如果你贴那方 再来听别人的讲概念 你会越听越古早 但是如果你上次找一些 相关的一些小工具 自己玩玩 我觉得还是挺好玩 反正我有个问题 挺有意思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卫生加密算 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吧 那这样带的问题是啥 你把数据加密了 密钥谁来加密啊 密钥往哪方呢 所以我以前在做安全的时候啊 经常有跟一些安全厂 他们在合作 他们告诉我在这个 什么什么是加密的 我们的是安全的 最后我们拿过了一支册 发现它的密钥是放在一个 什么某一个文件下隐藏的 我说你这个加密 其实就是自己骗自己嘛 这个东西如果人不知道 你们做的事 假设是别人不知道你这么干了 你是安全的 但是只要有人知道 你这个东西是没有安全可言的 尤其对于黑客 这就是个玩具 这就是个玩具 就没有意义 所以呢 其实你能发现 这个非对称 对称加密 它的问题就是 密钥安全很难保护 很难保护 所以呢 大概在1978年 为啥我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就在78年出生了 出现了一种算法叫RSA 它叫非对称 非对称 非对称密钥家 这个算法有什么好处呢 它比较神奇啊 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的算法完全不一样 它比较神奇 就是它加密和解密 用的密钥不一样 它有一个公钥 有一个私钥 公钥是完全对外公开的 你可以在网站上 你比如说C颁发了所有的数字证书 给企业个人办公 所有的证书 你在它的网站上 是可以拿到所有这些证书的公钥的 这些公钥是对外公开的 但是私钥呢 它是自己使用的 比如说比特币 之前经常发现一些什么比特币被盗啊 大家说比特币的安全性比较差 不是比特币的安全性 是你不知道怎么保管私钥 私钥一定要得自己保管 通常的情况我一般是写在纸上的 为什么要写在纸上呢 很多人把它放在什么邮箱里面 甚至有人还用什么QQ啊 什么微信啊 传来传去 这亨克很容易一扫描 就扫描到你的公钥 因为它那个比特币的私钥 它是有它自己的特征 它一旦扫到 它自己往前往里挡 那钱就成它了 把私钥的加密 也可以 但是你私钥加的密 那个密钥还得保管好 所以一旦那个密钥再丢了 你加完你还不知道 又有人干过这事啊 他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然后把自己的私钥加密 然后两个人各拿一段密钥 结果有一天 那个外一个人出车祸死了 他本来已经是一万分了 结果他又出来打工了 所以这个 我自己觉得 还是自己写在纸上 放着保险柜 尽可能地分开去存存 找个两个地方 都加上几遍密 然后截头的时候对完后 说好话 然后说黑话 你这个加密 它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加密的这个次数越多 方法越复杂 将来给你带来的这个密钥保护的成本越高 密钥保护的成本越高 所以最好的就是你把私钥保护好就行了 要么抄在纸上 要么放在K里面 你看我们大家用过以前 以前没有手机银行的时候 大家是用那个油钝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硬件的加密私钥 那个私钥是直接写在那个K里面 它是不能出那个K的 就是任何人都拿不到那个私钥 所以那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热锁 当然这里面也有问题 如果你那个K丢了 当然它也有一个密码保护 但是如果说你的密码很简单 被人破脚啊 然后呢 这个你的私钥也会被泄露 所以呢 在分类秤这种算法里面 私钥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记得 你一定要把你的密钥保护好 一旦被泄露 对不起 你整个人 你的身份 你加密的所有的信息 全部都是可以被人穿的 在这里面 其实它的这个 其实它有两个机制啊 第一个机制就是用公钥加密 用私钥解密 这个被称为加密 为什么 公钥因为是对外公开的 比如我要给张三发一个密文 那我就会用张三的公钥 因为它是在网上公开的 我就可以拿它的公钥 对外人数据加密 然后发送给它 然后它拿到以后 因为私钥只有它一种 所以它就很容易地去解释 这个密文 所以这种方式 我们就叫加密 那反过来讲的话 如果我用私钥加密 然后用公钥解密 这种方式叫什么 叫签名 叫签名 为什么它叫签名呢 因为私钥的石油者 只有我自己 别人是没有这个私钥的 所以我用私钥加密完 就代表我这个数据认可 这个数据是我发送的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明白 我再说一个 这块是有点容易搞晕 用公钥加密 用私钥解密 这叫加密 这叫加密 这就是我们说的加密 用私钥加密 用公钥解密 这叫签名 这个好处是它 可以认证这段数据 是不是张悠平发送的 因为私钥只有我使用的 所以它被称为签名 有了这么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 大家看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密码学 在这个区块链 在比特币 它到底是怎么用的 首先我们刚才看到了以后 我们是对这个0.1个比特币 做了一个 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哈希运算 是吧 第二步的时候 我们用了我的私钥 做了一个签名 那对方收到以后 他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 他会用我的公钥 也就是张悠平的公钥 也就是张悠平的公钥 把这段数据解开 解开 解开它能做到什么 如果正常解开 代表什么 这就是我发的 就是张悠平发的 不是 其他人发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他还会做一个事 就是说 他对这0.1个比特币 再做一次哈希运算 和解开后的这个哈希 做一次对比 如果一样 代表没篡白过 如果不一致 那就拒绝了 哈 所以你看 比特币为什么运行 张悠平多年 他不会出问题 他的核心基本原理 就在这儿 这就是他密码学 在这个系统里面 起了最关键的一个作用 当然还有很多啊 还有很多密码学 不止这么一点点 还有很多 包括这个什么 防止重判无动机啊 包括数据隐私啊 其实都跟密码学相关 另外一个 就是共识机制 共识机制 这个我刚才说了 其实在这个区块链的 这个共识机制里面 它跟什么有关系啊 它跟经济学有关系 就是说它的共识机制 就是在一个开放网络里面 存在这种恶意攻击的情况下 可以保证全网节点数据的一致性 我们传统分布式是根本做不到的 我们传统分布式 要么只保住什么 可用 要么这样 只提供有限的这种数据一致性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银行的ATM机 是吧 它一旦数据不一致 它一定是给你提 停手提供服务 我们将来取钱发现 提供机不能用 比如像微信 微信它是怎么干的 它一旦在节假日高峰的时候 服务器压力过大的时候 它会主动选择 丢弃一部分数据 它要数据无法通过它 会主动选择丢弃 因为它服务器压力过大 但是在区块链面不是这么 区块链是在一个开放网络 你任何人都可以攻击的情况下 我要保重全网的上万个节点一致 这就叫区块链的败战性 如果有人说它的区块链符合败战性 那你又问了 你经得起攻击 是吧 你在几万个节点上 能不能同时让人发钱 你看已经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说的 区块链的攻击的机制 和传统分布是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刚才上个流程 说的是钱包那个 就像我们现在银行的 网银转账一样 其实说的是那个 就是我写一个数字 发给谁谁 卡好一天转给谁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我们没讲就是关于这块 就是它的挖矿节点 所谓的挖矿节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理解的那个全节点 钱包是一个清洁点 它不存储的数据 因为我们在手机上装一个APP 不可能把所有数据全部通过 十几G的数据做不到 所以挖矿节点才是真正意义上 记账节点 记账节点 在这个记账节里面 它会做什么 除了我刚才说的教验之外 它还会去打包区块 打包区块 就是把比特币那个交易 0.1个比特币 最一笔交易 打包到一个区块 然后把这个区块 然后串到这个链上 然后再根据工作量证明 选择一个最长的链 这就是它整个区块链全节点干的事 这里面 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它就是跟工作量证明 关系有关系 这个工作量证明 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说 因为它加一个经济博弈这个因素的话 就使得你这个 与其作恶 还不如老老实际 这是它一个物理结构 大家看 其实就是区块链的说法 就是每个区块都会包含上一个区块的哈希值 这样做的好处是啥 你要修改任何一个数据 你都得必须把这个数据后面所有的区块改一遍 而且这个区块本身还一直在增长 所以你想一想 你需要付出多大的工作量证明 你才能把这个数据改完 所以最后一算 我需要花几百亿去干这么一件纯事 那算是不用干了 可能需要亲一个 亲国家这里去干这么一件事 更不需要 更这个事更干不需要 比特币现在全往的算力 算力加起来 应该会超过像类似一个小国家 像什么新加坡 瑞士这样 国家一年的DL 所以做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相当高的 这是最后一个 就是了解一下P2P 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我这就不多讲了 像我们迅雷 包括之前的BG下载 其实用的就是这个技术 因为区块链是点对点的 它没有中心化服务器 所以它使用了P2P 这样的一个技术 正因为有了这个技术 它才能实现所谓的去中硬化 好 用于时间关系 我们原理这块就先讲到这 应用这块我们展示略过 因为没时间了 我们直接进入开发 因为大家其实在座的很多都是开发者 所以我们讲一下区块链开发 我总结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需要给大家证明一个误区 就是很多人第一个是搞不明白 这个智能合优开发 跟区块链开发 到底有啥区别 其实我们经常 我们说的这种开发 其实就是智能合优开发 不是底层协议开发 不是让你上来就写一个 像比特币这样的东西 不是干这个事 是你啥 是在以太坊 或者在EU或者其他的链上 去开发一个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是啥 就是一段运行在区块链上的程序 只是说 这段代码它比较特殊 它是运行在链上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智能合约 第二个就是 很多人容易把这个技术研究 和这个工具使用混为 这个是我搞不明白 我是学文科的 我这个好多年都不学数学了 我搞不明白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理解的开发就是工具的使用 你只要把这些工具使用得非常熟练 你比如说你要在以太坊 然后开发 其实你就是把以太坊 给你提供的这些工具 用得非常熟练就可以了 大概率上 只要你有一点点开发经验 三四个月 你完全是可以上手去写一个 这个去中樱花的应用 三四个月都长了 一个月其实都是科研 只要你愿意去做一点 第二个就是关于区块链开发应该具备的能力 这一块呢 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首先你要学开发的话 你首先你要对区块链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你不能是一个门外汉 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也好 原理也好 其实就想给大家说这个事儿 第二个就是你必须熟悉一门语言 比如说以太坊他用的是slided 这个其实有点像jamscript这样的语言 包括像有一些购语言 c++ eos用的就是c++的语言 像这个favorite 超级上的favorite 用的就是购语言 你只要懂其中一种语言 你就其实已经具备这个开发的能力了 第三个就是你选择一种平台进行制度合约开发 那我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从来没写过这种语言 你就用以太坊去写一个 分分钟就可以写出一个 发一个币试一试 然后跑一个区块链的应用试一试 基本上一个星期 我觉得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跑起来 跑起来以后你就对区块链的理想 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人还在谈怎么改变世界的时候 你其实你已经比他们高了一个耐用 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区块链的台湾公司的港位要求 这个其实是我之前给一个公司写的 后来我把这个重新总结了一下 其实就是你要熟悉密码区的分布上 公司机制P2P这些网络的技术 当然关于这个技术的我刚才说了 你知道会用就行 懂它的原理会用就行 第二个就是熟悉比特币 以太坊 超级账本EOS 这些技术实现原理 刚才我们讲的其实是比特币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当然以太坊 超级账本EOS 它们的原理都不太一样 单纯都是记忆区块链的基本原理 发展起来的 再一个就是你要熟悉一些常用的工具 对程序而来说 Linux 这些工具必须要非常熟悉 否则你做一个事是非常痛苦的 这个基本的工具都不会你做起来非常痛苦 再一个就是要熟悉语言 然后熟悉一种智工科要开放 基本上你如果说把这些知识都搞了呢 我觉得去一个企业里面去英体 应该问题不大 一个要开个两三万的工作者 现在还是有可能的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 在北京是完全可以做到 本性上这些地方完全是可以做到两三万 因为现在区块链真正做开发的人太少 因为我之前在国家电网做项目的时候 真的是 但是你只要说你会 都要 而且都比他们原来做J2E的工具都搞 那些搞到几十年 可能一个月拿个两三万 你上去 就算你会 也能拿两三万 因为这个确实太热 确实太热 确实太热 但是人确实太热 现在到处外人 尤其一些国企 现在都在做区块链 他们真的很缺人 所以在这里我来说 呼吁一下 区块链的果实 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摘到的 这是一个低肥的果实 当然你要真正要把京东区块链 或者要在这里面走得更远 其实还需要一些其他的能力 比如一些甲铺式的能力 熟悉一些 比如说跨链这些 我的一些技术 包括Bus 这样一些技术 如果说你要做工链的话 你还得有一些经济学 最好看一看几本的经济学的书 否则你也要跟 讲这个token 通证设计的时候 你很梦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系统设计 好 我的分享先到这儿 最后就是占用大家一分钟时间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新书 我的书其实是十一以后 才上线 近一个月来说 销量还不错 一直在京东上 还是一直排名 近一个月 一直排名第一 那 有几位读者的 对这个书的评价 我觉得非常棒 我也非常满意 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说这个 这本书是一个区块链的通识度位 但是我是 我是觉得这个是对我书的一个最高的评价 能做到通识度位这个事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差距 第二个就是说 他说是这个通俗易懂 立马能用到工作 这个我特别在乎 因为我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目的来 因为我自己做了十几年开发 我看到社会上很多书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书写成那样 你看完以后用不了 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后来我其实我跟出版社编辑聊了以后 很多人写书他不是做开发了 开发的不写书 写书的不开发 就很讨厌 就很讨厌 所以呢我就发誓我要写一本 这个写完能干活的事 能干活的说 所以这个评价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观 还有一位这个是一个公司的领导 他买了几本 然后说这个 这本书是有理位也有代码测试 所以说他们的技术也还是非常满意的 而我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 其实一句话 一句话就是说 这是一本这种区块链科夫读物 与区块链实战笔记 上半部分就是给大众看的 任何人其实都都看的 不需要太多的记录 下半部分就是实战笔记 就是我自己工作中一点一点总写出来的东西 然后把它写成了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